他叫宋刚玲,是20世纪80年代台湾中式花旦,曾经和潘颖子,失思并称中式三宝。 宋刚玲是在事业巅峰期嫁人的。 嫁的是台湾一个小豪门,她也没有陷入豪门魔咒,婚后仍然继续拍戏。 按道理独立女性该做的她都做了,没有迷失自我,也没有为了生儿育女放弃事业,可她还是没过好这一生。 甚至在晚年被警方通缉。 这个明明可以一生依靠颜值吃饭的女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听娱乐八卦聊明星故事,就在娱乐白小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宋刚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个粉嘟嘟的女婴降生在台湾花莲一个书香门第。 她的父亲叫宋成书,是一名军官,母亲是北京人。 宋刚玲是宋成书的第二个女儿,父亲见她生得娇嫩。 想起诗经,小雅如山如腹,如刚如灵,取其祝福之意给女儿取名宋刚玲。 宋刚玲家中三姐妹,从小就属她生的美貌,是那种走到哪儿都会吸引别人目光的美。 在她高中毕业后,姐姐宋彩英把她的照片寄到了中央电影公司。 很快对方就来联系她。 宋刚玲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踏入了演艺圈的大门。 她进入演员训练班,那一届只打算留三个苗子。 毫无意外,宋刚玲就是其中之一。 她进入娱乐圈那年18岁,屏幕上最红的女明星是20岁的林青霞。 宋刚玲一点也不怀疑自己将会是下一个红星。 1974年,宋刚玲参演电影《谷顶红颜》,和林青霞一出道就是女主角不同。 宋刚玲只得到了很边缘的小角色。 70年代晚期,台湾娱乐业刚刚起步,只有三个电视台,项目也不多,各种流程也不规范。 宋刚玲算是好人家出生的女儿,她在其中颇有些格格不入。 整整三年时间,她都处于工作很不稳定的状态,什么歌厅秀,工地秀,她不去跑。 正规的电影角色落到她头上的很少,林青霞一年主演十部电影,她一部也没有。 1978年,很沮丧的宋刚玲已经22岁了。 按照传统,是一个女生该嫁人的年纪了。 这时,她突然因为一部《烽火儿女情》大爆。 戏外,她也认识了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富二代。 这个富二代虽然是回来承袭家族企业复兴之一, 但她一上位就拿下了青年创业楷模的称号,她叫蔡昭伦。 这个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的年轻人身上没有一点玩裤子弟的作风, 她一门心思为企业改革,忙得脚步点地。 两个人在聚会上相识,虽然都忙于事业,却始终牵挂对方。 1979年,蔡昭伦向宋刚玲求婚。 蔡昭伦的事业前景广阔,宋刚玲的心图也是一片坦荡。 选择在这个时间点结婚,只能是因为相爱。 可惜,相爱容易相处难。 刚刚结婚的时候,蔡昭伦对宋刚玲呵护备致。 她想做的一切事情,她都全力支持。 宋刚玲从小就对服装设计有兴趣, 又正好嫁了服装公司老板,瞌睡遇到了枕头, 双方都觉得很合拍。 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好像一切都很顺利。 宋刚玲很快生下一儿一女,儿女双全,完成任务。 她又对影视制作产生了兴趣。 蔡昭伦也支持她放手去做。 她们的婚姻观很先进,认为两个人处于不同的行业彼此可以有新的理念和进步来吸引对方。 这是婚姻保鲜的秘诀。 于是,宋刚玲婚后的身份更加多元。 她是影视公司老板、服装设计师,而且她仍然对表演保持热爱。 人生路前半段走得异常顺利的宋刚玲其实特别单纯。 她一直都不知道,先生蔡昭伦的公司一度风雨飘摇, 她接手时账面上一片赤字,同时老陈还一个个接连出走。 宋刚玲一心扑在自己的生意上,欧洲美国到处飞, 俨然是一副女强人的样子,和她合作过的寇世勋形容她不苟言笑。 1990年,宋刚玲出演中式版《天龙八部》。 她一人分饰三角,演了王雨嫣,又演了李秋水,还有孟姑。 她硬生生地平半相演出了两个人的效果。 这年,宋刚玲已经34岁,观众为她的演技和美貌拍手叫好的时候, 也是她的婚姻走向末路的时候。 也许是因为我没有激动地,极力地否认,对方看我态度,太冷静。 反而造成一种错觉,误会我已默认婚姻真的亮红灯。 这年,蔡昭伦的复兴之一正是大发展的转型期。 没想到当初自豪的婚姻观,却是如今最大的障碍。 各有事业的两夫妻,连见面的机会都很少。 宋刚玲儿子出生后,先生蔡昭伦突然传统起来, 希望宋刚玲在家照顾家庭。 宋刚玲仔细思量后,做出决定,再次退出娱乐圈。 做出这个决定后,她在娱乐圈销声匿迹。 但不管怎么样,宋刚玲始终不愿在家寄生。 她认为现代女性应有独立人格和尊重个人兴趣发展, 婚姻生活让我清楚知道, 女人只有靠自己,无论婚姻或友谊都是缘分, 该终止的时候,谁也挽救不了。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她本想为了孩子挽回婚姻。 但五年后,建筑报端的是她的离婚声明。 我已无力再应付这段纠缠不清的婚姻, 如果再不为自己找一片可以呼吸的空间, 后半生将要面对什么样的精神折磨, 能不能平静度过,很难说。 外人不知道这些年发生了什么, 宋刚玲只说四个字性格不合。 从情投意合走到性格不合, 他们用了15年。 离婚后,宋刚玲选择返回校园。 她去念了宗教系,还学瑜伽, 看得出来她受到伤害的心灵急需指引。 客瑜,她积极地投入服装设计工作, 还开始涉足化妆品行业, 获得妇女创业楷模奖。 再次出现在公开场合的宋刚玲通身都是事业女性的气质。 民风保守的台媒大作文章, 将她塑造成一个抛家弃子的形象。 可是这些对于宋刚玲来说没什么, 真正伤害她的是她的亲妹妹。 宋刚玲有姐妹三人, 当年进入娱乐圈都是因为姐姐一时兴起寄出的照片, 没有那张照片,也没有她后来的人生。 宋刚玲对姐妹非常照顾, 她把妹妹留在身边做事, 将所有资产交给妹妹管理。 妹妹手里有她的印章签字, 她从没担心过, 却没料到家贼难防。 宋淑玲借由替她处理财务之变, 多次冒用宋刚玲的名义向银行借贷, 侵吞投资款金额高达六百多万。 直到银行向她催缴, 宋刚玲才得知事实, 无奈之下只得数度对不公堂。 宋刚玲只得将妹妹宋淑玲告上法庭, 两姐妹多次对不公堂。 尽管最后姊妹俩达成和解, 但妹妹宋淑玲依偽造文书罪, 还是判刑一年, 缓刑三年。 这件事令宋刚玲深受打击, 言语间尽是大车大悟,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过去的我。 两只眼睛从不曾张开仔细地看过这世界, 朋友说我不知人间极苦, 不懂得体谅。 现在天主给我学习的机会, 要我把眼睛张开, 用自己受苦, 体谅别人的苦, 也没什么不对。 宋刚玲心灰意冷, 带着儿女远赴美国。 2009年, 宋刚玲最后一部戏的搭档秦峰 在社媒爆料, 宋刚玲被通缉。 退出演艺圈后, 宋刚玲转为经营直销与服饰业, 创立美丽世界深化科技公司, 并曾在2000年获得妇女创业楷模奖。 但之后公司经营不善, 于2002年结束了业务。 根据姐姐宋彩英的说法, 大妹宋刚玲公司倒闭的原因是, 内部股东之间理念与企图的互不相同, 互相彻肘, 再加上原料完全从法国进口, 成本高昂等因素, 让公司经营运行困难, 最后在所有股东都同意之下, 才选择结业。 鉴于自己高中毕业后, 狐狸糊涂就进入演艺界, 宋刚玲在结束经商后, 选择弥补无法继续学业的遗憾, 便进入辅仁大学就读神学院。 2007年, 她以优异成绩毕业, 并获得学位。 而这段时间, 她儿子也在美国完成学业进入职场, 并希望母亲移居美国, 好能就近照顾。 于是宋刚玲拿到大学证书后, 就搬到美国定居, 继续修些以绘画艺术为主的课程, 并沉浸在艺术的创作中。 哪知道她平静规律的生活, 会被一则爆炸性新闻打破。 2008年底, 销声匿迹的宋刚玲突然被台北地检署提起长达15年的通缉, 连长期报道她的资深记者陈念慈闻讯不胜唏嘘, 她的折损是在脱离前夫羽翼, 失去保护伞后所面临的人情冷暖。 根据媒体报道, 宋刚玲在2001年借贷500万成立美好一生公司, 并以增资为理由, 成功说服一位名叫陈奎宇的男子投资200万新台币。 结果, 该公司并没有实际营运, 宋刚玲也不见人影。 作为股东的陈奎宇, 才前去报案控告宋刚玲诈骗。 而检方查出, 宋刚玲将200万从美好一生转回到美丽世界名下账户后, 便领走现金前往美国。 而且, 这两家公司登记成立后, 根本都没有实际营运过, 只是个空壳公司, 因此才认为宋刚玲确实已投资之名吸金, 涉嫌诈欺。 于是, 台北地检署在2008年12月15日对他发布通缉, 通缉时效长达15年。 2011年, 已经在美国定居的宋刚玲, 还是有人通知他才知道被通缉一事。 于是, 时隔三年他才通过岳阳电话访问, 第一次亲自针对案件做出澄清声明。 他的姐姐宋彩英更是愤慨不已, 列出五大理由质疑陈奎宇的动机不纯, 并认为她是欺负妹妹宋刚玲曾是电视明星, 企图想要碰瓷。 直到现在, 这件事的结果还没有新闻报道, 但可以肯定, 这样一位曾经有理想, 有追求, 具有企图心的现代女性, 在接连遭逢离婚, 丧亲, 金钱感情被欺骗的挫折后, 早已疲惫不堪。 正如她在2011年, 接受媒体采访所说, 在美国的日子很平静, 很单纯, 我想这也许才是适合我的生活, 一个人可能要经历多种人生的不如意, 才能体会平淡的珍贵。 这里是娱乐白小生,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喜欢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